四岁一半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请拿出Writing No.1-10 请放开第六页 小朋友,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 今天我们要来一样的学数字3 我们先拿出手指,跟着老师一起学写数字3 我们从这边第一个步骤开始跟着镜头指 我们先慢慢的上,然后慢慢的弯 然后不可以停哦,我们再慢慢的弯上去 这就是3的写法 小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这个3呢,它就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就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有多少架风扇 我们来数一数,1,2,3 3,fence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3,fence 好,小朋友,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 好,我们来看这边的句子 trace right and color the number 3 小朋友,我们来看,它是说我们拿出铅笔 跟着实现写数字3 我们想写写数字3 我们从这边的点开始 转着实现写数字3 这就是3的写法 小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老师再示范多一次 我们从这边的点开始 转着实现写 这就是3的写法 其他的 小朋友可以在家自己学写 然后我们要拿出彩色笔 把山涂上颜色 小朋友,我们把山涂上颜色 塗好颜色后 小朋友请翻开第7页 小朋友,你们实现写好过后 老师在 也是一样要在空格里 学写数字3 拿出铅笔 跟着老师一样学写数字3 数字3 好小朋友 好小朋友 其他的 你们也是要自己在家做完 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 OK Cow and Cross out 3 vas 就是一直说 我们来数一数 我们数 3个花盆 然后我们把它画插 我们数 1 2 3 3 所以小朋友 只能 把3个花盆 花茶 送到这里 小朋友请把功课做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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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